重劃區道路改善工程主要要解決道路破損老舊問題 打造平整路面提升用路人安全 對農事作業上也帶來便利性 圓山大湖一起重劃區 今年有八處路面進行動工改善工程 施工範圍包含義仙村、湖北村與尚德村 這家的工具在大學第一期 總共有八條路面改善 以及一條保路的部分 未來呢 我們他們接下來還有很多農水路需要改善的部分 我們未來也會繼續努力增出經費來做一個改善 在民國九十年完成的圓山大湖一起重劃區 二十多年來大部分路面已有破損 經多次修補仍無法徹底改善 在地方的反應下盤點出急需改善路段 並提報給縣府 在中央農水署的補助下已順利動工 我們大學第一期的重劃區 在民國九十年完工之後 到現在已經經過二十幾年 有很多路面的 這二十幾年來都不曾經受過 也很多大路面 也已經出現到坑洞的情況 也補修很多便 補修補又補修很多便 之後也是沒有改善的作用 也很感謝丹主委立委 就任之後的結局到中央農水署來接受 農水署在這處補助到管政府 地政處中央庫這邊 來改善全民來改善這個 我們拿不去的這個農路 而施工位置在大湖十路 十二路 十六路 十八路等路段 工程主要刨除及重鋪薄油 總長度達三千四百九十五公尺 改善面積達兩萬四千零六四平方公尺 在十月份會全部完工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採訪報導